在蜡烛上扎一针就能让人筋脉顺脏 这正是东欧最残忍的下骨方法 此时蜡人头上再被插入 可这还没完更多的钢脂被插入 直到蜡人的全身被插满 痛得男人直接就倒了下去 然而男人并没死又站起来 见识不妙女人又割开一个鹅毛枕头 将里面的鸭绒全部撒了开来 随后将绒毛防止了蜡人上面 下一秒被下骨的男人浑身开始了臊痒 嘴巴里面也吐出了绒毛 紧接着女人又将绒毛吹 而这边的女人还没停止 她们又吃下一些车离子 在嚼碎后吐出了里面的盒 果然男人也效仿并吐出了大量的知识 喷得围观群众到处都是 女人则继续攻击 然而这点伤害还不足以杀死她 很快她就找到了女人的助力 愤怒的她准备地展开疯狂暴风 此时听到动静的女人开始准备阵定 可没想到蜡人却被拖死掉 他们赶紧想其他办法 又找来蜡烛切成蜡 倒入咕噜后 如果高温溶解 再将其捏成小人的形状 随后取一些被害人的桶 倒上酒精和其他物品一起混合 点燃火柴将它们烧成灰烬 紧接着将烧好的灰放入小人的心脏中 直到洞被完全塞满 就这样他们又做了一个蜡人 此时男人已经追了过来 女人们赶紧将蜡人扔了出来 瞬间男人就被弹了出去 但很快男人起身又冲过来 关键时刻他们关上了大门 并将蜡人扔给后面人半 可不料蜡人摔成了三级 顿时房间外的男人也没有了动静 就在他们以为男人已经卡了时 门外突然又发生了剧烈震动 窗外出现一个人 他们定睛一看 没想到男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人 将他们坦然在里面 眼看性命不滑 他们赶紧掀起地上的蜡人 扔进了火里 下一秒巨人的脸开始变形 没一会他就不行了 等女人们再去探视 男人已经变成一具缩小的尸体 对付消失不见 对付消失不见